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那現在各位參與的這個主題呢 是運動新風貌 New Faces of Activism G0V有一句口號啊 說的是寫城市改造社會 拆政府原地重建 但是如果沒有社會運動 我想科技大概也很難拆得了政府 那反過來說 如果社運沒有科技 可能也很難原地重建 那我們這個主題呢 今天將探討的就是 社運與科技的交會 如何透過傳播方式 協作工具 以及溝通形式的重組排列 跟混搭 來達到追求公民社會進步的目標 好的 那今天這個主題將分為三個時段 將涵蓋太陽花運動的新媒體 以及科技工具與社運的結合 公民軟體的輸出經驗分享 那每個時段有三十分鐘的時間 我們將是每個時段實際分享結束的時間 適度的開放現場問答的時間 那整個階段呢 將預計於三點十分的時候結束 那在此需要各位注意的是 原先議程上面寫的第三個時段 是要用英語來進行 但是經由講者衡量之後 第三個時段 今天我們將以華語來進行 The session is the session 3 will be presented in Chinese so everyone in this conference room should be noticed about this but I will notify the presenters they can also present in slightly English and to present to the maybe the audience they don't know the Chinese 那首先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第一位讲者 他曾经在太阳花运动期间进行全程的直播 那么后来也发起公民直播团体 公民社护线 最知名的事迹呢 是曾经在立法院议场外 有开卖大厂花 那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会场是没有办法饮食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现场体验 不过呢 他会跟我们在现场分享 以新媒体形式参与社运的经验 那现在就让我们欢迎英帝大帝 喂 那个嗨大家好 我是英帝大帝 然后虽然平常大家都觉得 我都是在任何场合都是穿运动套装出现 那我今天并不是因为要参加正式的场合 所以穿了西装 这是我的本季造型正义辩护人 对啊 然后因为这里有个台子 所以我就只有换了上半身 所以我今天只有一半是正义辩护人 对啊 好 然后那 进入正题 就是 因为其实每次在318结束之后 有很多活动有找我讲 包括大厂花的事情 或是公民媒体的主题 那其实我每次讲的时候都还是会有点紧张 因为 那个 公民媒体的概念对我来讲 还是一个在不断的在眼镜跟成长的想法 那可能每隔一阵子或是每隔几天 就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想法 对啊 那就是 就是每次在座谈讲的内容 大概就是我当时的最新的想法的呈现 这样子 对好 那 因为题目是从大厂花到社户线嘛 那所以还是要讲一下 那个大厂花的发生的那一个阶段 那大厂花会发生 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跟社运团体 本身就有一些 就有一些认识 然后在那边跟 那个占你20多天跟大家每天博感情 有一个 这种社会基础 那这个我在别的场合讲过 那我 现在就是讲比较技术面的部分 那 其实在占你318之前的时候 我就 我就想过就是在社运的现场 做直播 然后 因为我们现在媒体有些问题嘛 那简单来讲就是做直播可以 可以做到很多媒体他们不做的事情 然后 那 那时候是只有以个人的身份 想说 运用一些网路的工具来做 让自己成为媒体 那还没有 那时候还没有想到说 这个事情 可以变成一个扩散性的 一个效果 那在 然后到318的 占领立法院那个期间 因为 因为那个场面突然变得很大 然后 又有很多个点 那本来我们是一组人在直播晚会 后来变成要 要顺便就是支援 做整个所有的场地的直播 那时候 我就在网路上 就是拼命真人啊 就是 call大家 如果要来现场 反正你都是要来现场嘛 那你干脆来现场帮忙我们做直播 然后那时候算是第一次的就是把直播的一些操作的技术 就是简化 然后标准化 然后交给比较多人做 然后现场 当场就可以上手 那成为我们的那个排班的人员的一部分 那时候其实就有一点公民参与的感觉 那可是还 可是那时候 当下的气氛其实没有办法冷静下来想太多事情 反正那时候就想说 呃 就是没有把这个事情跟公民参与 有做太多的连结 那那只是觉得自己 就是应付了现场需要的一些任务 然后在 那因为我们在在引力法院的时候 直播的形式 就是传统媒体比较做不到的事情 那所以那时候在 呃 在里面开始有空档之后 我在想的事情 呃 就是包括可能成立新的媒体单位 那主要应用网络去进行一些内容 然后 制作一些内容来 透过网络去传达 那但是那个时候 的想法其实还是比较 属于一种 传统的组织单位的 的网络版本吧 那可是那个 呃 但是那个想法还 还在构思的阶段 就是宣布退场了 然后我就 弄了大肠花 那突然就变成大热门 那大肠花结束之后 就是我的 整个生活方向就是有了很大的变化 那 那在那时候我就 呃 那大肠花结束以后我就想说 呃 大肠花可以发生的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我 我掌握的直播的媒体的技术嘛 那在大肠花之前没有人可以预想到网络直播这个东西可以促成大肠花的发生 然后有那么大的传播效益 那所以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 呃 我们如果把直播的技术 就是广泛的复制的流传出去的话 那可能其他人会 可以想到别的应用方式 然后可能也可以 呃 就是一方面是我们想做 那个网络直播去支援摄影现场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想把 技术 呃 整合然后复制 传播出去 然后 那时候 呃 呃 那时候想像的摄影线是一个 希望它是一个半开放的组织形态 那就是有 比较固定的人员编制的部分 那同时我们也跟 其他的 呃 呃 其他的摄影单位 或是一般的素人公民 然后或是甚至其他的 媒体或独立媒体 有 呃 有交流或是整合的 机会 那所以就设计了一个 这个logo 那那个 这个圆圈 是 这个圆圈是 这个圆圈是那个 快门的那个 叶片的 那个设计 那有 实心的跟 虚线的部分 那实心的部分的话就是 就是 代表我们有实体组织的部分 然后虚线的话就是 呃 就是代表开放的部分 那是可以跟 我们是希望可以跟所有的 的对象合作 的对象合作 然后 那 那 那社会线成立之后有办过几场 那个 就是公民直播 然后 公民直播跟一些编辑采访技术的 教学座谈 那 因为经费的 跟人士的关系 所以我们只持续了三场 四半的活动 就 目前就是暂时中止 那 另外就是在 那个 318结束之后 我们本来以为大家可以休息一阵子 那 可是没有想到那个 像各种的抗争现场的 发生的事述非常的频繁 那可能 呃 去年的话可能是一个礼拜一场 那现在是一个礼拜 可能就是 五六场以上 那我们本来想说 呃 大家用业余的 时间 然后抽空去直播现场 呃 现场的状况应该可以 那但是 厂次太多 所以我们现在渐渐的 也有点没有办法负担 那 呃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在 最近 呃 其实我们一开始都会觉得 网路直播是让我们得到了一个 新的工具 那可以做 那 那电视台不做网路直播的话 我们可以做网路直播去 去传达一些事情 那可是其实 传统的媒体它 渐渐的也开始会透过网路做直播 那像苹果的话 他们有些大活动 他们苹果日报会出直播台出来 那有些抗议场合他也会 或是晚会他也会 他们也会有派人直播 那像 那个 昨天的台北市场辩论会 那 三立他们也是有网路的频道可以收看 那所以等于是 传统 我们网路的媒体的受众就是 就是使用网路的人嘛 那本来 本来以为这部分跟 传统媒体的受众是没有 没有很重叠 那可是 传统媒体它现在也做网路直播的话 等于它的受众是 同时涵盖了传统媒体的观众 跟网路的观众 那这样 那如果 如果我们在 我们用的 用网路做的事情是 传统媒体也可以做的话 那那个我们 而且传统媒体做的 它的传统效益比较好 那可是 那这样的话 我们做这个事情 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 就是我 就是之前有朋友就是在 问这些问题 那我 那我本来是觉得 应该还是有价值 只是 只是没有办法很清楚的 理清 就是我们跟传统媒体的 权力关系到底在哪里 那后来我就想出了一个 解释的办法 好就是这张图 对 就是他耳熟呢 就是他很熟悉一张图 那最左边的那个 超巨大的巨人呢 我们把它想像成 那个传统的媒体 那中间有一棵果树 然后果树有三层 那 那最大的巨人 他就是三层的 果子都可以摘得到 那我们本来 我们只是一个 呃 我们在没有 网路媒体之前 我们 就是我们只能当一个 纯粹的受众 那我们就是 就是最旁边那个人类 那人类的话就是 它的高度是没有办法摘到果子的 那我们只能等待 传统媒体它 它 选择它要摘果子 摘什么样的果子给我们 而且 不一定是给我们 然后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 没有选择的权利 好 但是 有了网路媒体之后 那我们至少可以变成七星种 那我们在规模 跟资本上面 当然还是没有办法跟 传统媒体来比较 那 那个 传统媒体它如果可以摘到 第三层的果子的话 我们顶多可能就是摘到第二层吧 那可是 那 可是跟之前最大的差别就是 我们 我们开始有了选择的权利 那我们 我们可以不用完全 呃 我们可以不用完全依赖 传统媒体丢什么东西给我 我们才去 才去 接受 那那个 呃 就是 就是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 我们的 可以做的事情之外 还是没有办法 跟传统媒 的 传播效益之外 还没有办法 达到像传统媒那样子 深入 深入所稳的生活习惯 跟一个最广泛的群众 那但是我们 至少还可以 呃 至少可以有一个变革的开始 那我们不管什么样的内容 就还是要有一个 基本的 基本的 收看的群众 去接触 然后才有可能再 产生比较 后面的影响 那 呃 所以 所以就是 基于 这个图表的思维 那我是觉得 我们还是 我们还是 可以继续发展 用网路来做 媒体的事情 那 然后 然后 实际上我们也可以 有很 网路上有很多特性 也是传统媒体比较做不到的 那我们之后 呃 摄护线跟我个人想做的事情 有一些 就是 就是基于 这个部分去设想的 对 好然后 那 那 所以在成立社户线之后 我们大部分的 比较 比较 常发生的事情 就是去 支援社运的 直播嘛 那 有时候我们去直播的时候 就是贴一个直播网址 放在那边 那 现场有看的 有从后到尾跟着看的人 或是他对事件 本身比较了解的人 他看直播 的话 他就知道 比较知道 那个事情的 事情的主题 然后跟发生的状况 那但是有时候网路转贴贴贴 会有些人 他可能不知道 某个议题 的来龙去脉 那他只有看到现场 就是有民众跟警察 推来推去 的话 那虽然他 在立场上可能跟我们是 价值观比较接近 但他一样 对事情的了解 程度可能也没有那么高 那所以那个 社户线的部分就是 慢慢有发展了一个 编辑台的 算是细 算是编制吧 就是 那个 呃 就是除了直播 丢一个网址之外 我们现在也会有人 呃 现在也会有人在 我们现在大概分层 分层去前端 现场做直播 跟 在电脑前面 就是当键盘战士 然后 那他 呃 他负责的事情就是 现场有发生什么 东西 什么状况 那现场可能有人 会传回来影像 或是图片 那 在那个 后台的人 他就把它 会整整理 然后再贴到我们的 那个 社会线的Facebook上面 那就是让 比较后面跟进的人 他还可以做一个 简短的回顾 然后 其实这个部分是 这个部分是 有一些网路媒体 有在做类似的事情 那我们是 我们是 除了把 呃 我们是 等于在把这个东西 再加上直播 就是做一个 做出一个更丰富的呈现 然后 那这个 呃 就是编辑台运作 最近 一次 其实 最近很多 很多 事件 我们大概都是用这个方式去运作 那我比较有印象的就是 10月 9号 花龙之就会去 充总统府 然后 那是一个蛮 临时的活动 那我们去到 呃 就是 他们开始去充的时候 他们开始去充的时候 我们 就已经在现场 开直播频道了 那 但是不是 每个人的频宽都够 那所以有些人是负责拍照 然后 或者是 记一些现场的状况 然后 传到 传到我们的群组 那有人再把那个照片 即时贴出来 然后 那因为那个事情是在 总统府发生 所以其实 其他的电子媒体 都动作蛮快 很快就到现场 那 那如果以后 有事件是发生在 比较没有 那个 就是 戒备程度比较没有那么高的地方 或是 或是 抗争团体 事先有通知我们 去的话 那可能 呃 以后可能会有些事件 变成是只有 社会线或是 网路的媒体 可以做得到 直播或是报导 那传统媒体 可能会做不到 然后 然后 那 呃 那其实我们很多 很多事情 就是很多 我们的做法都是 都是为了应付 某些事件 然后才想出 要怎么去 对应处理的 那像 呃 像那个 香港 的 香港的 占领街头运动 然后 我们本来也是在 就是在看几个 香港朋友跟他们转贴的 香港的网路媒体的报导 那看一看一看 就会觉得 因为他们的 他们的书面文字 其实就是 广东话的口语字 打的 所以有些东西 其实看不太懂 然后 那那时候 我看着看着 我就想说 如果 我们这样看 其实也看不太懂 那干脆就是找人 然后而且那时候是 那时候占领的时候 是24小时都有 事情在发生 那所以我就想说 我们 就是找 会广东话的朋友 或是 或是 我们自己认识的香港朋友 那我们在 那个 Facebook上面也开一个群组 然后就是 大家一样 看 看香港的直播 或是看几个 香港的 网路媒体 贴的讯息 那我们再把它 每隔一段时间 就是 截入重点 然后把它翻成 翻成中文的语法 然后在社会的Facebook上面 贴出来 那 那这个东西就是 我们本来是一个事件的 我们本来是一个 编辑台去运作 那加上了翻译 之后就变成一个 国际事件的编辑台 然后 然后 那就是 呃 因为我们的呈现都是 即时的 然后 而且我们的 我们的频道资源就是Facebook 那等于我们可以 对所有的 境外的媒体做即时同步 转成中文的资料呈现 然后 那 那这部分的话 像 传统的电视台 它如果要做这件事情 的话 会变成它可能会 占用它 本来有的 频道空间 那如果考虑到 他们的观众 呃 观众的市场 可能没有那么大 那又要投入那么多 资源做这种事情 那传统媒体的话 可能会 就不会选择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 因为我们是网路媒体 所以 那我们的 呃 然后我们的 除了 除了 成本 比较低之外 我们可以动员的人的 弹性也是比较大 那我们那个 香港的 香港的编辑小组 就是一开始 拉两个三个进来 然后最后 大家认识人都互相拉 一个拉一个 然后现在 应该有超过五十个吧 现在有几个 对啊 就四十以上 然后 那大部分 呃 里面有很多台湾人 那大部分就是香港人 或是在 在台湾的 香港学生 那他没有办法回去 然后 他就 加入我们的群组 然后 帮忙做翻译 跟转贴 资讯 那也算是 也算是 隔空替 他们自己的故乡 尽一点力 这样子 那但是那个 虽然 那个 雨伞革命 他的占领时间非常长 那可是 他不是 每分每秒的 紧绷程度都那么高 那所以 会有那个 就是会有一些 比较 比较 气氛平和的时候 那气氛平和的时候 我们的 那个 香港 香港的占领 编辑室 的功能 就变成 聊香港的旅游 跟 吃吃喝喝的事情 对啊 然后 好那 那 社户线的目标 的话 就是 嗯 一方面 也是要提高 呃 更广泛的 让公民可以参与 那 另外一方面 就是 另外一方面 就是 做自己想做的 内容 那 那我们还是有想到一些 是传流媒体可能比较 没有办法做的事情 那包括 像是 呃 那 那不过 社户线有一个特色就是 我们其实本身没有 比较 没有比较 呃 就是在 没有比较具体的 技术开发能力 那我们大部分都是从 现有的 现有的 别人发展出来的技术 那我们拿过来做 运用 那很多东西都是 等着 那个 比较 某一些比较大的网站 它开放更多服务功能之后 我们再想说 从这个功能可以做什么 运用 那像 YouTube的直播就是 刚好 因为在去年底 然后 去年底 YouTube开始开放 個人用户可以做直播 所以才 我们才能在318运用 那前一阵子 那个 我们就发现 YouTube它可以在同一个频道做 两个 镜头摄影机 的直播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选 视角 那所以我们就 那我 我也是把这个 运用到我们的 直播活动里面 那 那个 那 目前的运用方式就是 可以做 比方说会议的双语直播 那其实像今天的 Ginni Vsameed 我们的规划上面就是有 那个 有一些场次是有 中文跟英文 的两个 语系的直播 那 那我还 不知道 效果如何 等下再看 然后 那 那个 那其实我想到的 另外一个应用方式 是可以做成 除了各种语言之外 其实也可以做 手语的直播 那我之前其实有联系 手语教师 那 可是我事情很多 所以很多事情都没有 没有把它延续做到完 然后 然后 然后那个 那我们最近想要 想要做的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在九合一大选 那一天在开票的时候 我们也自己做一个 选情的特别报导的节目 那是因为我们是 呃 所以还是 就是回归到 网路媒体的特性 那我们 我们是想做多语言的直播 那至少有两种语言 那 我们 呃 因为台湾的媒体 它的观众都是限定 是在本土的 那所以他们不会有 诱因或是动机去 去做不同语言的报导 那但是我们的 我们的那个 群众虽然是 网路族群 可是 相对就是我们可以 我们的群众是可以 扩展到全世界的 那 那 在 呃 那所以我们想说 可以如果 用英文或是其他语言来 自己做那个 选情的特别节目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 让台湾发生的事情 让 让外国的 朋友 那不管是住 国外的台湾人 或是外国的媒体 那他如果 想要知道台湾的一些 政治的状况 的话他就多一个 多一个 比较直接的 选择 然后 好 那 再回来讲那个 呃 穿透媒体跟网路媒体的 关系 对 那穿透媒体的话 就是 他的装备 比较好 然后他 他有资本 然后 他是比较有 系统组织 所以他差不多就是 黄金圣斗士 的这种战斗力 那 我们新 呃 网路媒体的话 基本上我们的 程度大概就是 青铜圣斗士吧 对 那可是 大家都知道 在故事的结果 都是青铜圣斗士 最后一定 都可以打赢 黄金圣斗士 对 那 那个 希望我们 可以打赢的那天 可以早点 到来 最后就是 介绍一个 改版的 社户线的logo 这样子 那 这个就是 凸显了我们 国际化的企图 对 那 我们在这边也是要 帮社户线 增采 对啊 呃 如果大家对于 那个网路媒体 有各种 想象 或是各种热情 或是你对社运 有热情的话 都可以欢迎 加入社户线 当志工 那你只要 会打字的话 基本上都 我们都可以有任务 让你做 对啊 好 大概就这样 好的 好的 请问现场哪一位 要对 印第大帝分享的 这个阶段 来提问的呢 好 呃 那一位 墙壁那边 呃 我们请 我们的 那个主持助理 第一个麦克风 好 呃 大家好 我是从大肠炳故乡来的Cecilia 然后我想要对那个 台湾成吉思汗 就是 印第大帝线 智商最高的敬意 然后呢 呃 我刚看了一下 社户线的新logo 发现说上面好像没有台湾 为什么 是要故意把它藏在背面嘛 然后另外我想问说 九合一选举 因为我自己是 那个台中人嘛 那 呃 对于就是各地的志工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需求 谢谢 因为logo不是我设计的 那 那 那我可以想像那个 那个 哦 我可以想像那个情况 大概就是 我们在网路上 随便抓了一个图 就拿来用了 这很明显就是一个现成的图 拿来key上去的 对啊 然后 那 这个是致敬 这绝对不是抄袭 对啊 那然后 你刚刚说的 各地的志工 是指 开票的事物吗 这个部分可能要跟 戈兰尾或是岛国前进 联络 他们会比较清楚 那我们的话就是负责 我们的话就是负责 有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再去把它传递出来 对啊 那 呃 我们基本上也是会希望 全台各地都有一些 社务线的 志工 那 他不一定要是叫做社务线的志工 那 他在全台各地都有人会 做网路直播 然后跟我们有联系 的话 那在台湾各地有事件的话 我们都可以一起做会整 给全台湾的人知道 对啊 然后 那 那顺便 讲到全集就顺便讲一下我们 的 九合一的直播 选情节目也是有 希望可以在全台各地做连线 但是可能 可能那个复杂度会 复杂度可能反而会比我们 直接开双鱼的频道还要更难 那希望 就是我们每一次在做 节目的时候 一方面就是做内容本身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顺便实验 可能新的形式 新的制作内容的形式 算是做实验吧 就是 就是 都会有一些 都会有一些 比较任务性的目的 那 那希望这一次也可以 多做到很多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事情 好的 现场还有哪一位想要问 英帝大帝问题呢 其实我们常在网路上讲一句话 就是 捕获野生 英帝大帝 今天他就是在现场 那其实这个机会也是蛮难得的 那希望说 而且他时间控制得非常好 我们都不需要去减少那个 后面的这个问答时段 所以 机会非常难得 各位还有哪一位想要 现场提问 好 这一位 可以直接用前面的麦克风 对 不太知道 OK 好 谢谢 那我想就两个问题 因为其实你刚刚在做简报的时候 也有提到的 就是说 现在 社会现在做的 其实就是社会运动的那个直播 这是最主要的功能 那好像 其实有很多的现场 或者是像刚刚讲那个选举 其实那个需要的人力 应该是蛮大的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 现在有多少人在 整个社会线一起帮忙 那大家都是用志工的方式在工作吗 好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 我想请问的就是 确实现在就说 社会运动这个 确实是台湾的主流媒体 其实比较少去照顾到的 好 那可是可能有一些网络媒体 也是以做社会运动的记录 或者是新闻报道为主 比如说 有一个公库 好 那个公民行动影音资料库 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 好 那我想问的就是说 那你觉得 社户线 在做这种社运的 这种 直播或记录 跟比如说像公库 或者其他团体 在做的社运的记录 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 好 然后现在你们的 FB有多少 比如说 比较固定的粉丝 或者是使用者 就这几个问题 谢谢 那社户线的成员 基本上都是自公的形式 然后 比较核心的成员 大概10到20个这样在浮动 那然后 因为其实所有社运的社团 它的核心的成员人数 本来就是都是有一个范围在浮动的 不过我个人的话是会希望我们有办法 募集到一些资金 然后至少有几个人是可以全职做直播的 因为现在事情真的太多了 那有时候还可能 可能本来是一个占领 那突然就变成要占领到隔天 而且这种事情只会越来越多 那如果不是一个全职的人 可以做直播的话 那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让 就是成完整场活动这样子 然后那像公库的话 它比较 我觉得它的性质比较像是在做专题 专题的报导的哪一种 有点像是什么华世新闻杂志的那种 那它们的形式比较不是属于即时传播的 那社户线的话 我们的最主要的 不管是去直播社运现场 或是我们有直播一些访谈的 做访谈的节目 或者是之后可能会做 即将要做的选情报导 或是其他的东西 都会是以直播的形式为主 那就是 那其实就是会有点像是新闻台 新闻台的平常的即时的报导 跟某些专题报导的区别 大致上是这样子 好的我想我们这一个时段就进行到这边结束 那我们再次感谢英利大帝的分享 谢谢 谢谢